42岁因病去世,葛优福养儿子冯小刚替他还债儿子成优秀导演。 大家也知道在娱乐圈中有很多有背景的人,而且大多数是新二代,很多演员都会给自己的孩子提前铺好路,成名也比较容易的,但是也有着很多的新二代,虽然家中的父母是演员,但是却一直在凭借自己的努力,一直在实现自己的梦想,而他就是父子恩。 大家听到这个名字也是比较陌生的,但是他的父亲大家很是熟悉,就是傅彪,更是在很多电视剧中出演过很多,其中的演技也是很不错的,更是与很多实力派演员有所合作,在甲方乙方中就有出现的表现,也是让很多人对傅彪有了很深的印象,同样和冯小刚各有了不解之缘。 而后出演过很多作品,而傅彪的人品也是很不错的,但是在他42岁的时候因病去世了,这件事情也是让很多人意想不到,傅彪在去世之前最放心不下的就是自己的妻子还有儿子。 傅彪的妻子,傅彪的妻子是一个贤良舒德的女人,两人是在铁路文公团工作认识的,相恋几年后,就结为夫妻,步入了婚姻的殿堂,而那个年代的感情就是相爱就是一辈子。 那结婚多年,两人的感情也是非常好的。 而傅彪在自己临终前把自己的自己的14岁的儿子托付给了葛优,葛优也这么多年来没有自己的孩子,便抚养傅彪的儿子,当作自己的亲生儿子,一直在用自己的全部真心来当时做自己的儿子,更是在学业上给了傅子恩一个很大的帮助, 而且还是在傅子恩的成人里上出现了。 而冯小刚与傅彪的关系也是很不错的,更是在傅彪去世之后,冯小刚就替他还上了所有的外债,而他们之间的感情也是至交好友,而傅子恩一开始想要像父亲一样成为一名演员,但是冯小刚葛优的建议下学习了导演专业, 而且傅子恩也有了自己的作品,也是一名优秀的导演。 傅子恩的成长和别人是有着不一样的,虽然,父亲的离世对于他而言有着很大的打击,但是他一直在成长,更是一直在进步,努力地实现自己的梦想。 傅子恩很是优秀,自己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出自己的一片天地,虽然没有多大的荣誉,但是也是小有成就。 他和张艺山也是好朋友,据说,张艺山每一年都会陪着父子恩齐扫墓,这样的友谊也是十分难得的。 42岁因病去世,葛优抚养儿子冯小刚替他还债,接儿子成优秀导演,大家对这件事情有什么看法吗? 。